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近日召开2022年第四季度法说会 除了公布第四季度财报,是除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展望外 台积电总裁为这家谈及半导体产业库存调整的问题 台认为,有信心2023年下半年需求复苏 毕竟库存调整去年已发生,看产业库存高峰是在去年第三季度 最近库存已急剧减少并将在今年上半年持续调整 台积电2022年第四季度营售为6255.3亿元新台币 折合199.3亿美元,激增2%,年增42.8% 毛利率冲过预期达到62.2%,营业利润率为52%,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双双改写新高 净利润为2959亿元新台币折合为97.2亿美元 同期增长78%,略超出市场预期 关于台积电竞利润的增长原因,有分析师认为先进晶片的强劲销售 帮助台积电抵御住了行业大范围的低迷,也抑制了相对低价的成熟晶片 所以,总裁魏哲嘉在这次法说会上,特意说明了先进制成的情况 在2奈米方面,他表示,台积电2奈米进度比原先预期来得好 维持风险市产2024年,量产2025年 据悉,台积电的2奈米技术在相同功耗下 相比3奈米工艺的速度快10%至15% 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25%至30% 在3奈米制成上,魏哲嘉称 3奈米于去年第四季度量产 高效能运算及智慧型手机客户需求超越供应能力 2023年将全产能生产 升级版3奈米N3E制成节点也将于今年第三季度量产 魏哲嘉表示,3奈米及N3E制成 今年合计将贡献中个数百分比 约4%至6%营收 营收贡献将高于5奈米制成量产第一年的贡献 客户产品设计,定案数量也将是5奈米的两倍以上 台湾《经济日报》援引彭博1月中旬消息 一名分析师指出,全球晶片需求复苏减慢 可能抑制下半年的需求回升力度 但台积电仍能率先摆脱晶片景气低谷 营收渴望在下半年回升 主要是因为3奈米节点制成销售增加,价格更高 台积电预估上半年销售将下滑高个位数百分比 比市场预期还大 暗示全球晶片区库存化比预期还慢 特别是个人电脑、PC和手机供应链 7奈米制成节点的产能利用率将维持较低水平 这些因素可能对台积电上半年营业利益造成至少7%的拖累 业界认为,今年上半年,半导体库存将经历剧烈调整 分析师关注台积电预期与行业后续复苏情况 产业分析与供应链,热烈讨论半导体2023年下半年复苏形势 并分别衍生V型、U型乃至L型等各种猜测 魏哲家在法说会上就产业趋势则提出关键看法 目前不确定是否为强劲的V型复苏 但可确定不会是U型,即产业态势不会停滞在低点 关于全年的景气度,魏哲家称,目前看待2023年全年 除记忆体之外,半导体产业将下滑4% 晶圆代工产业则下滑3%,台积电会继续拼成长 另外,魏哲家提及,虽然近年全球手机等中端产品出货量将下滑 但半导体内含量会持续增加,且车用需求仍持续成长 分析师认为,台积电有望在第三季度获得改善 届时新的三奈米制程将贡献营收,占档即销售的比例可能超过8% 彭博消息指出,台积电将是全球晶圆代工厂中率先恢复营收增长的公司 恢复时间可能会在今年底 就在投资者压住台积电,预计将在2023年率先摆脱行业低迷后 台积电股价立刻飙升4.6% 台积电是苹果公司iPhone和Mac的独家供应商 其技术和规模比大多数同行都能更好地应对经济放缓 不过,由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促使消费者抑制支出 台积电的合同晶片制造客户正在削减支出 与此同时,美中贸易管制收紧以及利率和通膨上升也使前景复杂化 已宣布大规模量产的台积电三奈米制程 尽管在效能和功耗有许多优势 但外传初代N3制程技术成本非常高 阻碍无晶片厂IC设计公司采用意愿 甚至传出2023年可能只有苹果一家采用的消息 不过,一则显示来自硬体制造行业的消息称 全球半导体巨头台积电正在全力试图降低N3制程节点的 三奈米级晶圆厂工艺系列晶片的价格 以增加更多的订单 包括像LiamD、徽达、研发科和高通这样的科技巨头 以刺激客户采用意愿 但作为一家代工制造企业 用压缩技术成本来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一些时间和相当大的风险 目前苹果公司是台积电N3B技术的最大客户之一 台积电现在制造CN3技术的成本居高不下 据一名业内分析师称 根据不同的配置要求 N3是用起来很贵的技术 使用高达25层EUV及紫外光微影曝光流程 目前EUV扫描仪的成本 基本就在1.5亿美元到2亿美元之间 而三奈米技术的代工成本价格 已经超过每个晶圆2万美元 台积电为了摊平采购 EUV微影曝光设备的采购成本 N3与后续制程不得不收取高昂费用 不过 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 博通已向台积电下了300米晶片订单 与苹果 高通 联发科 辉达和AMD 一起排队等待台积电的N3和N3E工艺制程 AMD此前曾提到 该公司打算将300米工艺用于35V架构 但这最早也要到2024年下半年才会开始 而挥达的目标是在其未来的 基于Blackwell的显示卡中使用N3技术 台积电表示 300米晶圆厂工艺的逻辑密度将提高到60% 在相同速度下功耗水平将降低多达35% 台积电这次确认第三季度量产的N3E 目前仅使用19层的EUV曝光技术 这大幅降低了制造开销 因为生产相对不那么复杂 并且比其他工艺节点 如N3P N3S和N3X等工艺节点成本更低 降低每片晶圆的价格风险也较小 因为制造不那么密集 不过与N5工艺技术相比 SRAM单元缩放没有明显优势 因此不同于N3和N3B工艺技术 N3E会增加晶片的尺寸 挥达可能会在其下一代 Blackwell显示卡架构中使用3奈米 而AMD将把它用于下一代Zen5和RDNA4核心 而对于说要想完成这一计划目前看来 最初削减技术成本虽然有难度 但是N3E制成节点的出现解决了这问题 相比之下全球制造业如何控制好人工成本因素 恐怕是另一个难题 总体来看 由于台积电正在稳定转向下一代制成节点 例如今年的3奈米 2025年的2奈米 还有新的特殊制造产能与3D封装技术 都能确保该公司长期称霸晶圆代工市场 有助于长期毛利率都维持在53%至60%区间 远高于其他同行企业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